北面今天继续讲海绵宝和钱赚 海底今天大新闻 海绵宝和派总变成夏令营里最有钱的人 堂堂首富谢老板都甘愿当牛做马 舔狗家族逐渐壮大 这天夏绵宝和派总在老西小门店买东西 啥都没看上 四个眼睛就奔到柜上的巧克力使劲 老西一瞅这不又来钱了吗 哪成想这俩玩意的兜比脸都赶紧 要那泡沫糖跟大虫子换 咋的想白嫖啊 那俩我气氛氛的 把他俩脑袋就给他俩扔出去 小海绵这个机灵鬼子破了那里像个宝贝 一个破铁锹上他全是老红铁锈 看他俩这么稀罕 老西一开始白乎 说这玩意啊 是陆飞用的铁锹 专门挖宝贝的 把神的俩玩抖了出来 一脚门上都捞远呢 铁锹在手挖宝无忧 他一早上称自己有藏宝图 上裤兜的里边开始掏 一旦把自己看我摟摟摘摘出来 这是个有味道的地图 拿个笔趴地上滑了 大老派最近真是又胖了 给D都砸出个坑 下面一吵 这不就是地图上的X标记吗 他一早拿铁锹就开挖 闲敲不给D 露个脑袖的直接上手 不愧是拍大狗 这功力不是从娘台里开始练的 没想到还真让俩傻的挖着东西了 打开一看里面全是钱 狗屎运来的就是这么突然 屌丝逆袭富豪 我酸了 俩人成功措施的爆发户的称号 推弹弹部车的钱来到商店 曾经的我你爱大不理 现在的我你高欢不起哦 老谢心话呢 今天不让他俩傻的花个底掉 他就不要谢阿金 珊瑚夏令营挖出宝藏 坐石海绵宝宝就是隐藏富豪的石锤 体验一把傻傻要真正的海底捞服务 哥俩进屋都没问价格 拿出好有张大票 点名呀那块巧克力 老谢是傻人呢 那就是谁给钱谁就跌得住 两人如愿拿到巧克力 好兄弟一人一半炫 那就要个香啊 吃完推车就想走 那老谢能干吗 店里东西应有尽有 只要钱到位干啥都不累 于是俩伙愣在老谢的忽悠下 开始疯狂购物 不管有没有用 你买就对了 回到家去 东西都没劲放 点香了点败家子 赵老师说过 人生最悲惨的事 莫过是人死了 钱没花了 老谢资光处累了 只要有他在 哪有钱没劲花的理呀 提议让他俩升级顶级露营体验 这边拉奥里给对地开票纸 还得一条龙服务绝对到位 为了讨好这俩佛宝 老谢一大把年纪 还得陪他俩射箭 这才是实至名归的田狗 动不动还得捂捂他一下子 这边中午干饭 都是给开小道 话说你俩这么有钱 不跟山地分享一下了吗 很快到了一年一度的登山比赛 大家全在山地 撑胳膊撑腿 这些小野民和派走 都战舌十足 今年必须爬上山顶 老谢不会翻过任何一个赚钱的路的 退过来给小车 要拉他俩上山 哥俩还没客气 我估计如果炫奥里给他钱 他们炫到厕所灭亡 舔狗变小丑 树叶已经无法满足 必须得来点刺激的 看到最后心疼老谢一秒钟 小丑就是他自己 老谢拉着他俩撒花似的往山上跑 那俩累得亡妈犊子之类 一波三折可下到山顶了 这俩玩意不老实 顺山不许划一起了 老谢在后面呜呜呢 这呢呀 那可不是海绵垫的臭海星 那可是钱袋的呀 欢迎收看老谢历险地 这一趟下来可以狐狐屁了 伸人杂的全劲了口子 两条内瓜 ует滚 不仅如此 还初闲让其他的孩子体验一下 老谢又开始他的赚钱之旅 一天也没有儿子 赶不到这钱呢 这玩意给谁还 这项娱乐一直纪念到第二天中午 老谢那造的好像个鬼 然而最悲惨的还在后边 算进来算进去 他俩给的钱 走在几个小时钱就又没了 听到这个消息 老谢瞬间当场分裂 回到家 大旁边拿着一兜的钱 表达让他的新钱和旧钱认识一下子 回家里看箱子没了 顺着别人的洞去找 在自己箱子里 看到他派总的色情搂的 可是晃了好几天 全白玩 给老谢整的 不得不换个地方重新藏 你说你往哪藏不行 飞着藏悬崖边上 再玩也全得的没了 曾经那些老板智商堪忧 刚刚拍那种话等号的不为一的 这俩送客 关于走好